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啊,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手相来看啊,财运还是不错的,但是不能守得住财啊,不能守财,手相当中水星秋的杂门还是比较多的啊,花钱比较厉害,大手大脚,那么感情线呢,呈现出这种锁链状啊,并且出现末端分叉啊,这个甚至呢,有中断啊,同时呢,也有这个情欲线,所以说在感情方面呢,是偏向于追求欲望的一种啊,是容易啊,陷入一种啊, 或者是陷入到这个花丛当中啊,或者是陷入到异性的这个追求当中啊,无法自忙啊,这感性来看,桃花也不错啊,但是遇人不熟啊,桃花多呢,也这个谈不上分手啊,不要早婚啊,但是事业上呢,因为他这个,这个结婚线呢,他偏向于这个小指的下方,所以说适合晚婚啊,如果是靠近这个地方啊,靠近感情线这边,那么就比较适合早婚啊,在事业方面呢,还是 有一些贵人帮助的啊,财运还是可以,但是注意花钱呢,啊,不要,这个花钱地方比较多啊,不要太漏财,要注意这个,为自己存点钱啊,那么训工,离工,坤工,三工都比较饱满啊,比较丰满啊,高突啊,掌心凹陷啊,主纹路呢,这个财运呢,还是比较不错的,而且这充满魄力啊,这个,这个虎口这个地方,比较饱满的话, 这种人呢,往往是勇气可嘉,在生活当中啊,是容易啊,见勇为啊,在事业当中也是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这个追逐事业的运势啊,追逐事业的这个心态,三工饱满啊,这个整个福音还是比较深厚的啊,那么唯一的缺点就是在这个,明堂的位置啊,这个事业线非常的杂乱啊,所以说在这个地方,中年的时期啊,选择性很多啊,但是呢,具体选哪一个,他有点迷茫啊, 好了,有关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和一些案例呢,就分享到这里啊,这里还是天洋玄机,我们下期再见